寒了二十多年的跨头前溪替代道路计划 也就是新竹市水源街到新竹县的新隆路这条路线 由于水源地区没有纳入都市计划 也没有整体的相关配套 这条路线也因此遥遥无期 目前市府规划将水源地区纳入竹科XD第二期 希望就整体规划也能让这条跨溪桥梁能够尽早完成 交通委员会安排的第一站就来到我们头前溪沿岸的都市计划 那头前溪沿岸这一边我们也非常的希望说 未来可以尽快由国科会来核定这个相关的一些重大建设的提报 那行政院核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些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 那也包含了我们头前溪替代道路 从这个新竹县的新隆路到我们新竹市的水源街 那也包含说我们许多在公道五路这个我们沿线这边 有许多的一些竹科X计划还有二期计划 以及我们的中油油库计划等等 相信未来这里会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产业用地的一个区段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考察新竹市的交通建设 邀请客管局公路总局国图署等单位 对跨头前溪替代道路计划提出实质有效的建议 头前溪这也好或轻轨也好 我认为新竹县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我也希望政府既然有这种矽谷之计划 把它纳进去 然后国家核定的重大建设 那各单位当然就动起来 当然我们也希望高市长就辛苦一下 你来做这个新竹的建设 这是历史上会给你一个肯定 那我们会在幕后 在整个经费方面在立法院 我们会不断的去监督执行单位 头前溪的一个替代道路 它之前的这个可行性研究跟综合规划 交通部公路局已经补助这一个新竹市政府完成 那后续包括就是列入这一个重大计划 那办理都市计划变更之后 那有关这个道路的新批的部分 我想涉及到这个交通部跟内政部的一个 经费的一个分担的协助 那我想我们交通部跟内政部 我尽力就是说依照这个市府的一个申请计划 来协助办理 总统赖清德在选前就已经抛出 陶竹苗大戏鼓计划 交通处表示目前大新竹轻轨计划 也已经获行政院纳入计划中 接续者足可XG第二期将争取纳入陶竹苗 大戏鼓计划中 同时县市往返的入网也将更为完善 记者万事联采访报道